6月零售消货价值 按年下跌6.7% 年跌5个月 对有人以公务员名义 发起政治集会和罢工 政府说绝不接受冲击公务员政治中立的行为 中美梁国外长在泰国会年 华艺会后引述蓬佩奥说 美方蒙意压止中国发展 大家好 我是袁远玉 本港零售销售额连列5个月 6月总额比去年同期跌6.7% 政府表示 近期大型示威游行如果持续 会进一步拖累零售业 今年以来本港零售销售额持续下跌 6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是352亿 比去年同期下跌6.7% 亦都是自3月以来跌幅最大 政府发言人说 反映本地消费情绪更吹谨慎 亦都受访港旅客增幅放缓影响 其中珠宝首饰 中标等名贵礼物下跌大概1.7% 药物化妆品别